大家好 这里是艾奥科技 我是蒋镇磊 小米昨天刚刚发布了最新的小米10至尊纪念版 221.8g确实很有分量 我手上这台是内外兼修的透明版 透过深邃的渐变玻璃 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手机内部的装饰图案 和元件组合 很好地将机械艺术和科技合二为一 看到我都有点舍不得拆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虽然小米敢于展现 那我也得勇于表现 先取出卡托 此面朝平的字样依旧贴心 前后双卡设计 并设有防尘防水胶圈 关机后翻过来对背面加热 这次我就不用指甲了 毕竟是10周年的纪念版 通过加热 后盖的胶已经软化 用吸盘很轻松即可提起后盖 卡入拆机片 沿四周划开 最上方是一块大面积的散热膜 内部集成了无线充电线圈 纯黑色的内部非常整洁 而拆之前我们看到的文字和图案 全部镌刻在后玻璃上 后盖四周的渐变黑 延续了9代探索版的设计风格 既有科技感 又能很好的隐藏固定后盖的胶 拧下无线充电连接盖板的螺丝 取下盖板后先断电 还有一个电池座 需要拆掉相机护板 我们才能断 拧下顶部NFC连接盖板的螺丝 取下NFC组件 螺丝除了黑色 还有一种类似玫瑰金的颜色 只是一看 还别说螺丝都做的这么精致 断开闪光灯排线后 即可取下相机保护盖 镜头对应的位置都设有缓冲泡棉 为了更好的保护镜头 这金属的保护盖用料 真就是没有考虑过重量 拧下底部盖板的螺丝 取下盖板 并没有副板 塑料盖板也是非常的厚实 扬声器的外圈 还设有防尘防水胶圈 再来看一下整体 相机 主板 电池 主观上看基本上就是三等分 空间也算是利用的非常的极致 相机的边上还有一块金属盖板固定 由此可见 至尊版的相机是多么的金贵 断开长焦 人像 广角 及主摄排扣 取下后置相机组件 背面也贴满了散热铜箔 撕开固定铜箔 断开排扣 取下前摄 相机的参数 请看图 接着断开屏幕排扣 指纹排扣 和最下面的一根天线 即可取下主板 通过与小米10普通版的对比 可以看到至尊版的主板 重新进行了设计 最明显的区别 就是至尊版的双层主板 采用的是焊接堆叠的方式 而普通版采用的是排线连接的方式 整体性变得更强了 而为了装下硕大的120倍变焦镜头 顶部的设计跟普通版就完全不同了 还把原来的上扬声器和听筒 合二为一 听筒的位置还专门设置了 独立的金属屏蔽罩 下面当然也少不了缓冲泡棉 这是主板做着所有的测量参数 放图片给同行参考一下 接下来对主板进行分层 风枪温度400度 平刀口沿边慢慢向上翘 即可轻松取下上层 通过显微镜 我们可以看到CPU并没有封胶 这也是小米一贯的作风 但有意思的是 硬盘却有做封胶处理 而边上还有一个基带 也是有做封胶处理的 芯片的名称我们也进行了罗列 我统计了一下 电源管理芯片就有6个 加上3个充电辅助芯片 整个电路的逻辑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以后的维修可真是要费点心了 我们的拆解视频 不仅仅是让观众看的舒服 还需要照顾一下同行 通过和我手指的对比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听筒还是比较大的 毕竟支持立体扬声器 X轴线性马达通过胶固定至中框 用平刀口从底部向上挑 即可取下 电池设有一拉胶 两块电池的胶是独立分开的 撕开左边再撕开右边 往上很轻松就能取下电池 两块电池的整体容量为4500mAh 这一次自尊版采用的是 碟式双串架构的石墨吸机电池 在充电电流不变的情况下 可以使充电功率增加一倍 实测电池输出的电压为8V上下 当扣上面这块电池是可以开机 而当扣下面这块电池则不能开机 两块电池的数据都是单独的 由于支持120W的有限快充 从手机端电池端以及充电器端 总共加入了34重安全保护措施 我们将普通版小米10的屏幕 装到至尊版的主板开机测试 显示和触摸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可能不支持120Hz的屏幕刷新率 这次拆屏我们来一个不一样的 打开冰箱放入屏幕 温度设置在零下180度 时间设定为3分钟 打开后可以看到中框内屏和外屏 是一次性全部分离 由于主板传感器的位置不同 屏幕的开孔位置也做了调整 屏幕与中框间还有一大块石墨贴纸 下方则是屏下指纹模组 撕下贴纸后即可看到大面积的VC均热板 在散热上用料确实很足 这一次同小米10自尊版一同发布的 还有55W的无线充底座 100W的车载充电器和20W的大盘无线充 这个无线充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当你把设备放上去以后 过一回就会有一个小绿点 去搜索你的无线充电线圈的位置 然后进行充电 当你拿开设备以后 它又会自己回去 而且大盘的面积非常的大 并不用刻意的去考虑放置的位置 10年的时间听起来似乎很漫长 可不经意间10年的岁月 往往就这样悄然流逝 10年前我还是一个运动员 小米还没有自己的手机 10年后我成为了一名拆机维修的up主 小米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数码帝国 一个人的10年真的不多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科技的发展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10年前谁也不会想到 手机的屏幕可以做的这么大 像素可以这么高 而10年后的手机又会成为什么样的呢 透明的 内置的 没有屏幕的 还是像傻妞那样 总之10年后的手机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